风雪原地基体是一个实验体 马铃属的过氧化氢酶 就是当时我们在做酵素活性的实验 A学校过氧化氢酶酶酶酶水混合时 会产生氢跟氧吗 不是啦 它的反应是是 双氧水经由酵素的这句话 变成水跟氧才对 哦 我们可以平衡一下 对不对 所以不是产生氢跟氧 那一点我就爆炸了 没那么恐怖啦 是产生氧跟水 并不会产生氢的 所以A错了 试验一下 我们是利用 哪个胞气具有丰富的过氧化氢酶呢 不是溶体 你们有听过这个胞气叫做 微粒体 或叫做 过氧化氢小体 听过吗 在讲胞气的时候 在我们身上有一种 有一种胞气 它是很特别的胞气 不是所有细胞都有 是特殊的细胞才有 它很小 所以一般叫做 微粒 我是不是写不出来 微粒体 那如果它里面有丰富的过氧化氢酶 就特别叫它 过氧 不要写这个 谢谢 过氧化氢小体 不是溶体 溶体没有过氧化氢酶 过氧化氢酶是 微粒体的 你们对这个胞气 是不是没有印象 这个胞气专门 氧化 脂肪 酸 氧化过程 会产生很多过氧化物 例如酸氧水 所以它必须要有 过氧化氢酶来处理 它产生的过氧化物 你自己造成的 你也自己要去处理 所以它是 这个胞气专门负责 氧化作用的 那它就需要有 过氧化氢酶来处理 过氧化物 例如酸氧水 好 所以这里是错的 不是溶体 对就是过氧化氢体 微粒体 其实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过氧化氢小体 你们就是你们所说的 过氧化体 你们课本上叫过氧化体 那就是过氧化体 就是它 所以不是溶体 好 一选项 我把马力鼠切成 1乘1乘1公分的 正立方体 是为了控制 表面积跟酵素量 是的 因为我需要每一组 你的酵素量 跟面积是一致的 不然有的切得大 有的切得小 结果你用不同处理 那个氧化泡泡好多 那个氧化泡很少 那个氧化的泡泡多少 不是因为酸碱 或中金属造成的 而是你一开始切得比较大 酵素多 当然反应快 所以你一开始 至少你每一组 你的马力鼠 快要切得一样大 一样大才可以比较 我的强酸强碱 然后加热 或是中金属的影响 所以是为了控制 每一组的马力鼠 表面积 跟你们的酵素量要差不多一样 不然就没办法比较了 所以一是对的 好这是第七题 第七题 第七题还有没有问题 初选项吗 我低度适当的氢氧化钠 或是这个硝酸钳 是提升吗 是下降 因为过碱 或是重金属 会抑制酵素活性 好所以这里就是错的 其实我们当然做实验 理论上应该是 对照组活性最好 那个加热的加酸的加碱的加重金属的活性都会下降 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 好吧 那必须要没人问 那个过氧化青梅什么植物都有 不是只有那个马力鼠 只是马力鼠的反应蛮强的 我们就拿来做实验 又便宜 好这是第七题 等一 对 谢谢观看